如何评价乔治武士级战略舰?攻击有优有烈,防御并非无敌。 原标题,如何评价乔治武士级战略舰?攻击有优有烈,防御并非无敌。资料图。 为了应对伦敦会议中各大帝国海军军事力量的限制条约,除了美帝建造出了北卡罗来纳级战略舰,英国作为当时世界头号的海军大佬,百年皇家海军也不好公认撕破这份条约,毕竟这份条约还是英国人提倡签署的,他们又怎么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呢? 因此为了应对这份条约,英国人也建造了一级战略舰,这级战略舰以大英帝国的国王乔治武士陛下来命名,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次大战时皇家海军的主力战略舰乔治武士级。 作为一级和北卡罗来纳相同条约战线,乔治武士极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不足。 如果想对他做一个公正的评价,那么我们不妨从攻击和防御两个角度来看。 资料图 首先我们从攻击角度来看,乔治武士极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劣势,他的劣势便在于那可怜的主炮口径,作为一级主力战略舰,乔治武士级的主炮口径只有可怜的356毫米。 这在同一时代所出现的同龄人当中,他的主炮口径可以说是最小的。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,主炮不够,副炮来凑,虽然主炮的口径只有356毫米,但是他那133毫米的高频两用舰炮以及40毫米高射炮,充分展示了乔治武士级副炮强大的火力,以及皇家海军对于防空力量的前瞻性。 就从副炮来看,比起同时代的轴心三国,乔治武士级要强出一筹。 资料图 而从他的防御来看,乔治武士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,虽然381毫米的装甲使得他的防御看起来天下无敌,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丹麦海峡之战中,胡德号被比斯麦一炮击沉,威尔士亲王也身受重创。 试得乔治武士级黯然落幕。